好 那请教一下Amanda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呢 做事容易虎头蛇尾 对 刚才Paul哥是以这个年纪的人 来看年轻一点的人 说觉得好像做事情会虎头蛇尾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从星盘当中 我们参考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 来看看从星座特质的角度呢 哪些星座的朋友 也会有虎头蛇尾的特质 首先呢 你的太阳跟上升 如果是落在双子座的朋友 我们说呢 都懂一点 但是真的比较没有专攻 我看了一下康康哥的 太阳在双子座 其实是有上榜 我们先讲一下双子座的特质 待会儿再来看看康哥的星盘 那双子座的朋友 其实我们讲就是一个 好奇心很强的人 不管到什么年纪 像康哥现在 你一直强调你是中年了 但我相信你的好奇心 还是很强的 看到你从来没玩过的东西 或者是呢 听到一些 这是什么我不知道的讯息 你不一定会去做 但你会好奇 那么年轻一点的双子 就是这样子了 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 我觉得这个世界 哇 真是太有趣了 这么多的 不同星座的妹妹 不同星座的弟弟 会很好奇 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同的工作 我也会好奇 所以很多双子座的朋友 比方说出社会好了 他可能一年可以换三个五个工作 就是对很多人来讲 他是比较没有定性 你问他 他就说 我这个工作 其实我做了三个月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觉得不好玩了 我就换工作了 所以对很多双子来讲 他会都懂一点点 可是你真的问他 再深入一点 那这件工作的一些 窍门什么的 他可能可以跟你聊一个 比较概念性的 基本性的东西 但是再深入一点点 有时候有一些双子 确实比较不明白了 多而不惊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那康哥的星盘呢 其实你看康哥的 这个太阳在双子座 上升是在巨蟹 月亮在水平座 我要讲 康哥的星盘 其实你的风元素的特质很强 其实你对于很多讯息的掌握 你是也是带有点好奇心的 但你的一个特质是 你的月亮在水平座 有帮你稳定下来 也就是说 当你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 他的星盘其实挺怪的 还好他爱这个人 确定 要人家爱他 他不爱 那没办法 对对对 我正要讲 康哥的星盘就这样子 你也会啊 一点点 那你应该是双子座 多而不惊 康哥的星盘是 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对于 比方说很多领域 你是不停地想去寻觅 寻觅到一个什么 康哥的星盘当中 其实我们刚刚看了 你的这个 金星也在巨蟹座 上升也是巨蟹 其实你是一个 非常感性的人 虽然你的外表 常常好像你都是比较那种 带欢乐给大家 有没有 很喜欢讲笑话 营造出一种 好像我很多都不在乎啊 我很喜欢开玩笑的 这种模样 可是你的很深层的内心 其实你是一个 非常感性的人 所以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会寻觅什么 就是你对于一些事物 对于一些人 你要有一种感觉 当你真的觉得 我们感觉来了 或者是呢 他懂我 就是我好像很多事情 这个是很难描述 对你来说 就是有时候不是说 我一定要讲出来 你才知道要怎么做 而是 我说了一个开头 你就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以及我接下来要什么 那种他懂我 当你真的找到 这样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的月亮水平座 那种稳定下来 认定他之后 一条路走到底的特质 就会出现了 对 所以你看像感情的世界好了 可能你年轻的时候 也是寻寻觅觅 因为你觉得那些人 可能都不懂你 好 可能看上你的都是什么 你的外表啦 看上你的外表 他说外表很有魅力的 你不要这样讲 很有魅力的 看上你的外表 看上你的财富 看上你很多 可是你觉得那些人 都没有走到你的心里 当一个懂你的对象 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认定他了 那这时候 过去那些都懂一点的特质 其实你会把它变成 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 反而变成一个优点了 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星座 如果上升跟太阳是落在 射手座的朋友喽 射手座我们说 玩心太重 而且外物太多 我看了一下 Po哥的上升在射手座 其实也有上榜的 虽然刚才您是抱怨你太太 但是其实自己也有 我们来看看 射手座有一点点像是 放大版的双子座 怎么说 哇 双子还放大版 对 放大版有点像射手了 因为双子 其实双子很有趣 双子是好奇心重 但双子其实基本上 他们不是一个 很大胆尝识的星座 他会在 他会脚踏出去一点点 觉得苗头不对 他就把脚收回来了 但射手不是 射手一样是好奇心很强 对不对 而且射手是那种 我没做过的领域 我就一头栽进去 反正先做再说 没错 Po哥在年轻的时候 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 可能你说 比方说某些工作 我没有尝试过 完全没有经验 没有任何背景 朋友说 我觉得这个蛮好玩的 好啊 那我们就做了 钱也投下去了 整个时间都花在上面 可能就会有这种 我们讲说 他们的玩心 他们那种 有时候在做事情 或是这种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抱持着好玩 好玩对射手来说 非常重要 我只要觉得 这个吸引我 好像很好玩 我们就这个摘下去 可是射手怎么样 他们的那种定性 也是不太够 因为世界上好玩的领域 太多了 而且呢 这种有时候 别人讲一讲 一样朋友一约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 新的没接触过的事情 可能原本这个事业 现在好像我知道了 已经做了半年了 我知道他在干嘛了 那不如我们就换完 另外一个领域 可能很多射手的朋友 那种兴趣 试号也会是这样 我不知道破哥会不会有一些这种 我之前就是啊 我做了十几年的 我是博客来电脑CPA 做了十几年的资讯业 忽然有一天坐在路口 我就说好像坐到这边差不多了 不然我们来开餐厅吧 我就看到对面有一个在出租 我就当下还没辞职 我就走过去把那间店租下来 就开始做餐厅 然后呢 做了半年以后呢 第二家店第三家店 然后到夜店居酒屋 然后一间一间这样开 然后最后一间一间的收掉 就跟他这样讲了 一开始很好玩 到后面觉得不好玩的时候 就不会有心放在那上面 年轻的时候 真的一模一样 而且射手还有一个特质是 他们不怕天下的人知道 你知道有些星座 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会觉得 我先不要让太多人知道 等我有一定的成就的时候 我再糟告天下 射手他不在乎 他觉得我就告诉你 我现在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我现在在做什么 大家快点来捧场 射手双子 其实都有点这样子 他们不怕别人知道 我开始一个新的计划 一个新的领域的 但是射手一样 就是我们讲的 因为真的 当他觉得不好玩 这是一个你知道 很多东西 他不会一直有新鲜感 当他觉得不好玩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在乎 这个蛇尾出现 那Paul哥一样 你看Paul哥的月亮 也在水平座 所以一样还好 两位都是你们星盘当中的月亮 救了你们的这种玩性 就说当我玩到一定程度 其实当我这个年龄差不多到 或是一些这种 机遇到的时候 对 我就会这个船啊 不能永远在海上漂泊 总会回到某一个港口 定下来的这种意思了 第一名呢 真的坐是非常虎头蛇尾 而且也不在乎的星座是什么 我们说呢 上升跟太阳 落在牡羊座的朋友 因为牡羊座的朋友呢 定性不佳 而且不能坚持 两位来宾我刚看到 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觉得不关我的事了 但是 好 转折点来了 好 康哥还好 Paul哥的星盘 你看哦 您是这个上身在射手座 对不对 对 好 牡羊座的守护心是什么 是火星 你星盘当中的火星也在射手座 所以你某个程度 你是一个隐性的牡羊座 对 因为你的这个 就是牡羊座的守护心 落在你的上身的这个星座 所以你带有强烈的牡羊特质 牡羊做什么 非常敢冲 有没有 其实射手加上牡羊 我相信Paul哥你在这个 当你觉得有兴趣 或者是一些这种 我们讲说 别人在那边煽风点火的事情 其实你是 你是非常的那种 好 走 好 我们就做 好 我们就去玩 你是这种非常 我们讲说 只要别人一鼓吹 然后我就可以去做 因为牡羊它也带着一种 反正我们先做再说的这种特质 牡羊它是那种很好的战士 你知道 它不一定要打胜仗 它只要能够出兵 只要能够去做 牡羊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觉得自己非常的棒 好 有时候会带有 这样的一个特质的 好 那一样的 就是我们讲说 其实今天有上访的朋友 我们说我们了解 自己的这些盲点 好 不是说我们 就一定是这辈子 都虎头蛇尾了 我觉得了解自己的盲点 然后我们多一点点的定性 就提醒自己多一点恒心 再来像前面康哥讲的 我们有上访的朋友 我们这辈子就放弃 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我们立志什么 我们立志成为一个 博学多闻的博学家 好 因为有上访的朋友 基本上他们人生 其实那种尝试非常多 就说他会尝试很多的领域 累积到很多种 不同业界的朋友啦 不同业界的知识 其实这个也是 你知道当朋友来说 是非常可以聊的 这种伙伴的 所以我觉得有上访的朋友 就提供给大家的参考啰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 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出官方粉丝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